从初中刚刚毕业就开始在这个社会里面飘舞 我卖过杂串 跳过街舞 骑过三轮车 被城管从对应头追到西头 从春西头又追到了春冬头 后来一点点的一个偶然的机会 坐进了我自己的直播间里 拥有了我的粉丝 我才觉得人生多了一点点的存在感 后来我学会了喊卖 大家都说 喊卖喊得好 就这样 我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 今天开直播 承蒙大家的厚爱 同时此直播在线人数有二十万人 恐怕去鸟巢开一个演唱会 也装不下这么多人吧 太有人会跟我讲 天佑啊 你现在挣钱挣了这么多了 没必要天天开直播了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天天坐在直播间里还有那么多人骂你 图什么呢 不行 我不仅要喝 我还要每天都喝 因为在我直播间里 还有支持我和喜欢我的人等着我来 我有一个粉丝 他是在北京某酒店后面做学徒的 一个月只有两千五百块钱的工资 从我一开始直播 他就跟着我 每个月都要给我刷五百 后来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